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網的玉書正暖身著 白年老港都的起床後 是大夥忙碌的聲響 清晨四點多 除在轉角口的酥餅店 也已經點亮燈 你現在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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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歲 瘦小的碧雲阿嬤聲量可大著 這一會正要展開一天的烤餅工程 但看看小兒子順已閒 已經先一步忙起來 雙手賣力的揉著黃豆漿 一來一回的搓揉 全濃豆漿就這麼一點一滴試出 一杯十五塊 喝進老人家堅持的貨真價實 這動作得快 因為當天亮時 受影賢得像灰姑娘一樣 變回警察身分 八點 八點之後 八點之後這樣換上制服 要做什麼 比較多的 老了 沒辦法 他爸爸不錯 他又是炒熟 炒熟的現在不錯 這比較爽 的確最高剛的甜脆餅 鹹脆餅 已經待在爐裡溫存一夜 它的脆就來自兩次的烤製 第一次烤熟冷卻後 再進爐乾燥四到五小時 阿嬤很自豪這可是她發明的 老麵發酵的麵團捏著劑子 從十八歲做到老 她埋怨因為太忙 所以胖不了 但這卻是懷念老公 邵正良的方式 我們像是江蘇人 大陸誰來的 他們都是平家道 平家道 以後改地要道就不好了 不久他就走了 你就繼續坐下去 他走了 老大到二十一歲 當兵 還四個上課 十幾個 為了養大五個小孩 憑著老伴教他的手藝 繼續把江蘇味給做下去 小孩從小就得學會 打麵 揉麵 貼餅和青爐子 這裏子已經換過幾個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一年要換一九 以前一年換一九 爸爸再說一年要換一九 不到六點已經有老人家等著吃餅 但做餅需要時間 生炭 起火 把爐燒熱 接著要把一塊塊油酥和劑子做結合 請人做喔 做得不好吃耶 這個牌子都給它做掉了 招牌被砸了 對 捲過再趕過 母子倆務求 餅該酥的就得多捲幾遍 該香的豬肉啊 蔥 就得讓味道吃進麵皮裡 這叫做一口胡椒餅 還有高人氣 不加油酥的鹹蔥餅 伴隨著火車聲響 這水管擀麵 一來一往 已經超過六十年 沒逛裡面啊 也做過了 這個 瓦工 烤蚊子 蚊子菜 洗澡湯 都來 一天二十休息 我做十八休息 到這裡也是 做十八休息 沒有啦 你阿爸湯你不去嗎 沒有啦 你來我吃幾遍 那樣要打一 老客人一靠近 阿嬤就知道她要吃什麼 酥餅店說是賣早餐 也像是看顧老朋友的招呼站 天色見亮 邵飲閒的成功也告一段落 看哪一步一步來啊 貼餅中頭戲 就交由碧雲阿嬤獨立完成 沾了水的麵糰 但是她們得伸進爐底 開始貼起 烤肝溫度高達上百度 這手伸進一次 身軀就跟著扭動 得屏住氣息 才耐得住這一趟又一趟的火烤 手毛都被燙走 都碰掉了 沒有沒有我沒有擋 我小時候都沒有擋 不是被燒光了 我小孩我老公都燒光光 當年上阿公只賣甜酥餅和鹹蔥餅 阿嬤接手又多變出四種 一次進爐就把六種口味都給貼了 所以特別忙碌 才以前大了就燒焦 火太大了 這還沒燒焦 不知道要照顧 爐火熱鍋是家常便飯 燙到早習以為常 剛貼完才喘口氣 就又要準備 把第一時間下的餅趕緊夾起來 不一會兒功夫 酥的鹹的陸續露臉 麵香 蔥香夾雜著炭香 店鋪緊淋鐵道 又被地下道給遮蔽 但靠著冉冉香氣成了無形招牌 一趟 兩趟 三趟 四趟 都東 六趟 這鹹的嘛 只有這兩趟旁的一趟都鹹的 肚子餓了 你是有聞到這個炭香 對 我每次都要看到 因為它在賣什麼 我不知道 我就看一下一根 好吃 看它好看 這烤鋼 炭一起 神奇的溫度 就像是電力啟動 要不斷地做餅 鐵餅 甲餅 甚至利用它熬煮烏梅湯 才是達到物盡其用 也難怪阿嬤捨不得休息 有三人 看這個和這個 看已經到十幾點了 你今天都烤一樣 沒人自己烤到咽咽 白菜 有菜 這樣漂亮的沒有 要你那邊給你講 有菜 還好老客人還是很捧場 這醜醜的餅挑一挑 就自個兒清雷起來 咖啡後面蝦蝦 我就靠起來了 都要自己動手 我要去看哪裡聽話 東山 東山 你都自己要看嗎 對 你要知道焦的 我每次去也吃 就這樣嗎 嚼著一甲齒的味道 才好展開一天的活 這口酥脆是基隆限定 你要吃什麼 你最愛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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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 你最愛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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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知道 你最愛吃什麼 種類多 招牌小 常常很多人吃進嘴裡的 不知道叫什麼餅 生意像天氣 引擎總不定 好的時候 一處樓就被搶光 要經常看到堆成小山的模樣 那阿嬤的臉可就綠了 我現在一天 生氣也一天 生氣也一天 生氣也不破了 我這麼生氣也不破了 我每天都在這裡 用電視才出門 嘴上刀的 可心裡開心的 只是老伴的賺錢傢伙 因為地貌改變 被隱形了 就前面帶人 後面帶人 人家就不破了 心裡總有個坎 但暖度總在 阿嬤勤奮地守護老味道 她不用擔心 只要是有心人 就會被看見 七十多年 她為了我才不用 三月春分白皺迎頭趕上場夜 老金融人像是跨了石區 莫名有了日光節約時間 明明才正風黃昏 妙口前的白鐵餐桌 一張不射 已經被搶得盡空 曾家人尚從媽媽 大哥二哥嫂嫂到小姑 也只好提前各就各位 鍋貼包的包肩的肩 負責坐鎮搖滾區的扯開金桑 一秒也不得閒 阿姨來 十四個來 阿姨來 去搖滾區 搖滾區就是正餐 被爆嘛 就很強 那個要有抗壓力 二二五要先附弟弟 也是還不錯 老闆娘的機器還滿厲害的 我都滿佩服的 人家說你也記得面孔 然後點什麼 這間生意以前就滿好 超以前就滿好 我覺得它基本上那個 皮滿嫩的 然後也炸得滿酥的 那肉本身的那個 蔥啊油的味道 都滿香的 你是假日來還是日期來 藥品 都來 平均大概都半小時起跳吧 再先拿小菜另外裝 尖峰作戰時間 總數為手拿長頰 一手要張羅內用的 眼線迅速掃過面前的 第一張臉孔 背下點餐內容 另一手放下夾子 換上麥克筆 寄好客人外帶 生得熟的各式幾顆 隨即又背起第二張臉孔 報價收錢 裝袋找錢 考驗的既是心算數學 更是上了年紀人見人怕 人人都退化的瞬間記憶 那第一次要寄幾個客人點 寄不一定喔 寄如果便當 從這裡到這裡 大約有三十個人 滿了我就不接 就要叫他們等一下 因為塞車了 做不出來 沒有單子 我們客人很強 跟他講號碼 他們都會一直念他自己的號碼 因為我沒有空寫那個單子 說寫幾號 一次背上十來張的點單是小case 尤其時不時遇上歐基山歐巴桑 連自己號碼都寄不起來時 總數位的做法是 直接認好人臉 勞記數量 等到餐點到期 再親自送上 畢竟自家的鍋貼 特色是料買肉鮮 特別是底部更得煎到金黃酥脆 才上得了檯面 我們在煎麵粉類的東西 有一定要很穩下去煎 下去油溫不夠的話 它會黏住 要下水麵粉的時候 一定要高溫 鍋鐵表皮要能脆口噴香 除爐時臉皮帶快 同時起底 首先麵皮筋性比例 就是一大機密之一 另外瘦肉餡如要達到入口時 風飛之滿又有彈性 香菜果肉間 畫龍點睛的香油品質 就是重點 求完一回想 如果不是當年 和丈夫在彰化做了半輩子的 製協廠要遷移對岸 也許今天也不會改吃國產吧 那時 夫妻兩個雙雙失業 是受了朋友的建議 才學做煎餃改行賣起小吃 她有在做煎餃 不是國鐵她做煎餃 她做的也不能說 她現在沒有在做 一面是朋友的鼓勵 立一頭妹妹嫁到這裡 正好就在如今 媽祖廟前擺攤做生意 為了養家別無選擇 一家五口 後來就這麼從彰化搬上了雞籠 那邊那時候很熱 很多種 有賣 我妹妹是賣大腸天 和泥粉湯 有的是賣內餡 有的是賣粿湯 都是小吃 對很多人 有的人都是賣漢堡 好幾餐 這真正古代味的 以前才我老爺 那時候我在基隆馬祖上班 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所以知道的話 馬祖廟口比較老年 以前這邊好幾家 現在是真的在家 來一百九十五塊 三四十年前 馬祖廟城的繁盛程度 大概就僅次於觀光聖地 廟口夜市 求完一耐時 雖跟早餐店朋友 學來做煎餃煎包的風景 卻觀察出老吉隆人 對鍋貼格外鍾情 因為鍋貼 我看別人在做的 他們都是做得太油 那個皮 那個底不夠切 不夠濕 要它切 要冷氣 要它Q 味噌 這樣這是好吃 有時候會做失敗 調味調的不好 還是煎得不好 要看吃哪一個酥拜在哪裡 要住到酥拜哪裡 它的比連鎖的還要好吃 然後它的餡料那些也滿豐滿 而且煎得很酥脆 這一間會比較大顆 然後就CP值很高 然後也滿便宜的吧 油很香 就是太好吃了 當年迫於無奈轉行的小吃生意 一醉一黃眼就是三十多年 孩子大了各組家庭 成員越聽越多 卻仍舊擠在小小的鍋鐵店裡 外人看來愜意溫馨 長久下來也考驗大家庭的 感情人際關係 做媽媽就是小孩都一樣的啦 也不要說這個好 那個好 這個壞 那個壞 不要這樣講啦 我說你以前啊 他在做這個生意有休息嗎 有 一個月差不多休三天 都沒有人跟你抗議過啊 有抗議啊 我說沒有辦法 現在的景氣不好啊 我們一直一直休息 怎麼做呢 工錢要怎麼花呢 他們就很忍耐在做啊 媽媽你幾號 八號 好 入夜廟前排方下 老子後的北頂招牌 隨時代略顯歷史感 縱然三十年前 是來家攤販借力點燃的 登海早已不在 耳機刮來的鼎飛人生卻不見 一夾子合力花半個夾子 煎煮捏來的美味 說難不難 說簡單 其實也不簡單 不吃古早味的啊 不吃煙白的老人客 對 他愛吃這個中式的 魚漿包大廠 最有特色的就是這個 現在全台灣 我感覺應該是只有雞人物 所以 外觀石 很多人用這個 因為這個很麻煩 宜搭清城的基隆港都 雨霧儘管散去 良藝還是讓人穿起長身 港口旁的中船路 集結各式早餐 羞滾滾的熱食 逼走寒意 迎來人氣 我公布的地方 以前在那個港裡面 那個吃了二三十年有 他以前沒大碗 都贏了小碗 小碗叫做連吃兩碗 我們船上就沒能吃到 這麼好料的東西啊 有啊 船上一定有這樣啊 因為是我在煮的啊 這幾天還像不好不開船 對 所以忙裡偷閒 對 對 所以都吃大碗的 對啊 大碗的才夠啊 熱騰騰的麵線根 滿載海味 有魚漿還有魚酥 魚漿裡還包著大腸 獨特風味 成了雞龍人氣力來源 等不及真美味的 站著吃也大有人在 這也是我們老母 船出來的 我們都是厚人乘涼的 從爸媽手上揭下棒子 麥克老闆每天晃動著湯勺 麵線搖起又落下 古早味在街邊飄香 已經一夾子 這跟牽球一樣你知道嗎 有時候也要牽一百顆也要放 有的喔 不會騎的到不會騎的 這有三體質的問題 我就出現了 可能是生理鴨吧 就是生理鴨 原來有人說生理鴨好洗 這真的 我也天生不知道怎樣 就是做生理 對這個做生理也滿有概念 還不是想要去上班 負責不扣的生理鴨子 就要從上一代說起 日本統治時期 黃麥克的父親黃旺才 在嘉義電報局做工 台灣光復後 北上基隆投靠姐姐 艱苦年代 麥奇烤地瓜和麵線 媽媽腦筋動得快 把大腸包進魚漿裡 做出差異化 白花花的影子 也就跟著來報到 後來三兄弟 都在基隆麥奇麵線根 好像客人會把我們挑撥 挑撥 客人都會挑撥 說他好吃 他還沒吃 不過我們三兄弟太好了 我都當作鵝邊峰 艾雞 我們老母艾雞 艾雞捏到手歪去 很手指 很多人買 大家來就吃 要吃完那一隻雞 我請我們家在家裡 他好像黏黏到腰歪去 這事實 因為我們有一個姿勢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旁邊做工夫 都這樣去 變成習慣性 我是這樣 沒有感覺 大家來看我 我有感覺 我是這樣 那人騎腳踏車 魚漿店老闆 會幫忙把大腸毀入魚漿 但接下來的步驟 全得靠手工 把魚漿捏成塊 還要確定有包到大腸 需要眼力 耐性和體力的工作 年輕人做一天就跑掉 只好大姐和麥克太太 一年做過一年 這個用手工做不到 你用機器不做嗎 我們就去看 一台要200多萬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一定 一定要手工一塊一塊 沒辦法 四塊都沒那麼奇怪 三塊四塊都沒那麼準 怎麼真的 竟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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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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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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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一出錯 馬上被碎碎唸 也看出客人在乎的程度 當年第一代就是靠這樣 手指頭一抓一捏 養大七個小孩 做馬上的 煮到 火鍋啦 這裡有火鍋嘛 鹽拜叫做鼓力 鹽拜叫鼓力啦 就像日本圍的那樣 可能變鼓力嘛 有很多很多 都要吃燙 那時候都沒辦法選擇 你看你剛剛來的人 就很後悔 早上吃得燙燙的 那是我們那個 鹽拜的那些事 南丁裡 黃麥克排行第三 十三歲起 就幫著咬麵線 招呼客人 每天看著人群穿梭 一股做生意的活力 跟著喘動 從老爸時代 就請徐家仁幫忙打泥漿 徐桂黃和麥克一樣 都是第二代 當年一位高材生 接下魚鋪生意 跌破許多人眼鏡 他還沒做 我還沒做 還沒進來 台北公鑽的 台北公鑽 他那個年代 台北公鑽是怕四人 我怕四十幾年 徐桂黃 唸過食品加工 父親過世 接手魚漿店 也算是學以致用 我今天這些全部都是鯊魚 我進來的也都鯊魚 因為鯊魚的肉質比較穩定 其他的肉質比較不穩定 這群吻很大 我本來不知道 是上課的時候才有講到 我才知道 從魚丸製作到天婦羅 燒賣 龍鳳腿都要用到魚漿 大腸混入魚漿裡的做法 則相當罕見 為了將兩者順利融合 又不出水 他和Michael研究了好久 兩人都是拼命三郎個性 半夜兩三點就開工 寧願犧牲自己睡眠時間 也要把事情做到好 可以啊 早起床 那都好早好早 就下來摸一摸 慢慢那船這樣 一碗魚漿大腸麵線 結合眾人力量 齊聚山珍海味 為一年兩百多天 平雨的基隆 帶來絲絲暖意 讓人見到港口人 任分打拼的精神 基隆的三月天陰雨 但已經難得不語 自然連空氣裡 也減去好幾分的廚 妙口夜市的大白天 少了觀光客聚隆混淆市廳 正中午炒麵攤會飯館 依然列起對來的 便肯定是在地人的心頭好了 都很實在 都很實在 對 新鮮 很新鮮 味道又好 在十幾年前 這邊的某櫻堂 的聚隆粉糖 那我有吃過 所以我小時候最佳 因為有家鄉味 然後就吃起來很過癮 然後又經濟實惠 學生時代開始吃耶 十幾二十年有了 為什麼會贏啊 不曉得 就學生時期的記憶到現在 花枝白潤 家人肥魚滑口快炒 貴金特調過後的沙茶與醬液 前回再米粒之間 除了香滋還口口生津 海鮮烏龍 沙茶牛肉豬肉實景 怪的是口味配料 三十多年來 早已調配固定 一早 學家人的玻璃櫃上 三身五頂 還是得擺滿擺齊 一方面 就是要讓客人知道說 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方便跟他們介紹 有的客人會說 你食情料裡面有什麼 海鮮裡面有什麼 那我基本上會放在那邊 那還有就是說 客人要點餐的話 我方便過去準備 你們都固定一定要吃嗎 櫃子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雞翁人都很喜歡吃櫃子 海鮮就一定要有魚 還有那個蝦人 基本海味是有魚有蝦 更要擠骨辣 世家的灶頭上部分四季寒蜀 海魚用的是鰭魚 不得拿西部沿海的養殖魚 湊合替補 理由雖不是優劣工卓的問題 但在老雞龍人的味蕾標準裡 誰勝誰付可是天生就已經注定 另外提到雞龍人的最愛 還不得不談談咖哩 每個禮拜多少會吃到幾次 像我就很喜歡吃咖哩飯 我也不知道 爸爸媽媽就會準備咖哩給我們吃 又一些炒咖哩麵 咖哩麵的部分就會吃起來 跟去其他地方吃又不太一樣 反正雞龍的咖哩麵好像 感覺比較好吃 有一種稍微微辣的感覺 跟那種日式的甜的感覺 又不一樣 雞龍人為何愛吃咖哩 若真要追溯起源 可能最早得爬樹到太平洋戰爭 說它是飲食血脈又太過黯然 但也許有種美味關係 可以毫比試甜者之餘甜點 少了彼此生活便索然無味 反之卻因為招募香眼而滿足幸福 而廟口的咖哩名店不偏不已 剛剛好就坐落在店門斜對面 同樣是名氣響叮噹的雞龍老店 徐瑞峰不怕被比較 反倒還覺得予有榮焉 好 謝謝 壓力是沒有 因為每個人都每個人的客群 我們就把它做好 因為有的客人不一定 每天都吃我們家 對 那只要來 我們把它做好就好了 就給客人多個選擇 來這邊就吃這個吃那個 至少他們會過來 好現在外帶喔 阿嬤交給我 謝謝下徐瑞峰和弟弟放學後 開始進到店裡來幫忙時 年齡也不算小了 十三四歲的國中生只記得 在他們更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是開眼鏡工廠的 那個年代正逢產業 萬一千場到對岸去 爸媽卻捨不得一家子 由老由小分隔兩地 所以才決定轉行賣會飯 整整熬了三個月吧 生意便開始一鳴驚人 我喜歡交朋友 他比較和情啦 比較人聊天 我天秤座比較樂觀 要交朋友 我這裡廟口大家都辦 那個小孩 我們小孩那個大人的 大人的 我在這裡扶三個月 每個人都認識 一片根基穩固的江山 其實也不光靠好人員 就建立得起 許爸爸跟許媽媽 都算草公超群 而許位夫兄弟倆 更是從小就被手把手的 一路磨練到大 當年那個剛出社會有點腺 卻很帥氣的小當家 就是這麼用 遼人雞腸的炒飯箱 把老婆取到手的 那時候就看他來買 就分心一下 才會看他一下 直到當兵玩的時候 才去跟他盜買 對啊 因為我在這邊 附近做服務業啊 賣衣服的 對 所以都會來這邊買賣 因為好吃又便宜啊 就重點是吃得飽啊 當一個老店的粉絲 轉換成媳婦 楊君廷說那種差異 大概就像賣服飾和摸油湯 從前在迷戀的味道 也會跟著心境的轉移 而有所層地變換 但老實說 那滋味其實滿過癮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家的鄰居 我覺得挺好的啦 因為大家能一起做家人啊 再一起共事 難免偶爾會有一點衝突 那只是公事上的情緒 回到家其實 我們像假日啊 我們都會一起出去 其實還是繼續啊 因為就是一個生活模式 我覺得就是很喜歡這個樣子 跟家人相處 老店就這麼小小一間 農養活一家兩代人 實屬不異啊 況且接連三年來 受疫情打擊 確實也曾讓全家人陷入困難 回想起那一段廟口夜市 冷冷清清 全台民眾每天盯著 確診數字飆升的警戒期 是許爸爸自告奮勇衝衝醫院 從八大遊樂場所 外送會飯炒麵 才勉強度過難關 醫院啦 電動安置啦 像法定國那個 還有那股票 股市場 都這樣送 都這樣送 你不會聽到很難熟嗎 沒辦法啊 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要顧好 身體要顧好 就不用擋 你會來叫的都是殘酷 對啊 對 移動力上去北洋 說很開心 沒有很開心 沒有人感受 正經的 總是挺過了風雨 才知平凡和守成的不一 現在對一家人來說 生活簡單就是福分跟心願了 風盛凡麗盤盤色濃焦滅的 老味道裡 千禁的反而是無暇的單純 與泰然心境 兩位嘛 你們要吃肉還是餃 好 那可以做中份一起吃好不好 大概30年有了啦 我覺得它是滿濃郁的耶 而且它可以挑我想要吃的部分 有一點豬腳湯 對 它都湯口味道是這樣 很濃郁啊 一個禮拜大概會吃個三次吧 就是從學生的時候 朋友來然後都會說要去吃那個豬腳 就說其實夜市裡面有一家很好吃的豬腳 那你們最平凡是多久來吃啊 兩個禮拜一 兩個禮拜從哪邊來啊 我是從苗栗 到起到落間 中段腳踢乾淨俐落 一分為二 肉多的腿褲順著刀是斜斜上車 不管是連皮帶肉帶筋帶骨香著肥油的 還是咬盡彈中帶脆的 帶點歷史感的傳統白竹腳一脈60年 偏偏每晚彈車籤 韜客老中青三代都有 尤其不缺年輕時代 應該就是他們以前 小朋友的時候 爸爸媽媽帶著他們來吃 對 那這個口味是會讓人懷念的 對啊 所以他們現在自己長大了 自己帶女朋友啊 帶朋友來就是 會來吃我們家的豬腳這樣子 帶著童年青春記憶的 廟口夜市豬腳 老客人一吃三代 何崑玉從出生 看著豬腳攤前的人潮長大 自己如今也成了第三代老闆 湯要農夫鹹鮮 肉要香美潤潭 別無秘訣了 那就是溫體豬肉每天買 刷 熄火烤 削皮燉煮 每間細鎖 也都得過輕快 差在肉質啊 肉的新鮮度啊 然後你 我們的老饕的客人 他其實嘴巴很利喔 你真的一吃就吃出來了 光我烤豬腳 就要注意我烤豬腳的火候 我不能把東西烤到焦掉 對 我要把它裡面的油脂逼出來 對 這個地方就要非常注意了 再來我要把豬腳下冷水 極速冷卻 要完全的冷卻以後 才能再做下一個步驟 白煮主腳要能做到油亮而非油膩 烤油繼續技巧也需要精力 尤其煮腳下鍋前 大骨湯得以微火先熬滿兩天 這才足以升格為煮湯頭 另外提進味美膠之風後 他從爸媽的時代 燉了藥材的絞筋肌膚 也竄生成熱賣招牌 我們以前藥膳類的東西比較多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是有 藥膳鰻 藥膳絞筋 到後面客人反映就是 這個絞筋的口味 他們最喜歡 我們後面就獨賣這個絞筋 主腳提筋能當小吃 當然也可作為食補大菜 過去在基隆碼頭繁盛的年代 夜生活當道 主腳坦更是燈紅酒綠 人來人往的中繼站 它叫雞婆絞筋 雞婆絞筋 對 那你要幾份 兩份 好 有耶 那個時候 生意房有比現在更多 早餐就是吃飯時間 然後宵夜時間 以前這邊的碼頭 那個酒店 那些就是宵夜的時間 我是有在外面坐的時候 坐到趴在桌子上睡著 那時候是坐公讀神 在端足腳 它就是端了一整天 是真的體力不支 晚餐也沒吃 就趴在桌子上睡覺 來 我給你上個菜喔 小心燙 謝謝喔 學生時大一天到晚 充當端碗工是日常 但和魁魚長大後 其實並不厭惡餐飲工作 畢業退伍二十出頭 反而是因爸爸的嚴格 嚇得他出走 他對每一件事情 每個細節都非常注重 像我連切個 我在剁肉的時候 他一雙眼睛就是 二十四小時盯著你 對對對 你就是心裡在想說 我什麼時候 我要再被唸了 而且唸就是唸一整天的 他是希望我可以 穿成他的手衣 是 他那個時候就不會想 因為想說 我不想被管 然後我想出去闖闖 當年 如果可以遇見未來 那就算一輩子 被盯著念著 他也會甘願守在家裡的 因為誰也不會曉得 那個成天 對他耳提命命的爸爸 會移細節離癌 且說走就走 我覺得我走出來這一段 是應該是 比我媽媽的時間還長 就是說以前什麼事情 會覺得說 有爸爸在 有爸爸可以靠 然後現在就突然就是說 沒了 就都不在了 什麼都要自己來 以前就是 真的就是無法接受 他走的事實 常常有時候 睡覺做夢 還會夢到說 他一直都還在 不僅在睡夢 許多個熟客一上門 總忘不見 老闆身影的日子 也常讓他挫折 其實那個沒有 父親助力的攤子 才是夢境吧 因為以前我爸就是 從來不離開店的 對 老闆呢 老闆呢 然後我們 那個時候 一開始 還放不下的時候 都是讓他說 老闆休息啦 吃你之後 其實 就 作為想起他 會難過 父親走後至今七年 花了多久 才真的放下了 老實說和崑玉 也計數不出了 但一家人 卻始終默契地守護著 爸爸一生 引以為傲的白主角 仿如味道不變 老店不變 一刀一碗塊也都未改 父親便從未離開 就像 他的要求是 怎麼樣一個過程 很瑣碎啦 像做這一種原汁的豬腳 因為我們都沒加調味料 所以喔 就要堅持做得很乾淨 所以那個過程 每一個細節 兒子他們都會堅持 以前的每一個步驟 照著這麼做 來 小心燙喔 給你們上菜一下喔 味道很原味 真的很原味 它這樣子 油而不膩啊 它不會油耶 你看它上面不會油耶 它有過油過 你說這個豬腳 那是你年輕的味道 對… 什麼味道 就是要怎麼講 就是很傳統 小時候在家裡吃那些調味的味道 腳尖很老耶 然後還有那個豬腳腳底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油 但喝起來還滿清爽 你好 兩位 那一桌等一下收給你 熬過那段傷痛的思緒 一家人的心情現在 也有如細火慢煮 煮到精脆進出的清湯原汁 醇厚有味不失清鮮 也因團結向心 更天為美 我 就是我們可以很大順地跟他說 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也沒有問題 對啊 你在上面看著 我們會做得很好 那就是很真材實料 不會讓你覺得 反正就是用很高檔的芒果 超好吃 它的口感跟它的用料 就吃得出來是非常非常好 松坦的麵粉被快速攪拌喚醒 與鹼糖清爽的海藻糖 螺旋跳舞融合為一 慢慢倒入進口發酵天然奶油 把沉睡的秀節喚醒 好吃的甜點 可得像童話城堡一樣 一層一層 甜蜜加工 對 然後慢慢加入 攪拌混合 為了做出頂級牛奶酥餅 得輕柔對待 像捏陶藝術一樣 手感塑形 把這整個 像它有邊嘛 要把這整個角捏出來 你只是 就好了 然後它其實是很鬆的 溫柔揉捏 卻手感快速 店裡每天至少要出 九十顆乳酪蛋糕 酥鬆的酥皮 在彈指尖成型 接著是蛋糕的主要靈魂 讓客人幸福上癮的 無限乳酪 讓整個鍋底 它是順著這個鍋邊 然後平均的烤這樣 它也不能定點這樣烤 定點烤的話 它整個會焦掉 有邊於過去原料 改換高成本日本北海道 兩種不同口感乳酪 和十勝奶霜 依照黃金比例 在鍋裡繳打 力求奶香濃郁 卻滑順爽口 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 在測試 然後調出這個 非常爽口的比例 只要是喜歡吃乳酪蛋糕的 一次到我做乳酪蛋糕 它就一定會 有點欣慰天人 老闆口中充滿自信 來自基隆和平島 長大的吳京龍 從小跟著師父做學徒 一路做到廠長 研發經理 征戰各大小比賽 還獲得蛋糕協會冠軍 他的無限乳酪 就是經典招牌 一把甩進蘇平裡 老闆一抓秤重 精準到位 這就是二十年烘焙功夫 我調配了這個 北海道如果 它就是牛奶香味 真的很濃 很清爽 很清香 然後完全沒有那種厚重感 又減糖 三十Percent左右 那吃起來 對 它就是 我覺得是夏天吃也很爽口 要讓乳酪蛋糕 一年四季都受歡迎 吳京龍找到了 各地小農精心栽種的水果 產地直送 為雪白城堡 披上寶石外衣 仔細切片愛文芒果 香甜清爽 是夏季首選 老闆一點都不吝嗇 一塊六寸的無限乳酪 至少要擺上一顆半的 愛文芒果 先把邊繞起來 那這個步驟滿重要的 把它整個用密集這樣 然後看起來 它就整個人很圓滿 靜置一夜 冷卻熟成 堆上紮實的芒果大冰 原本雪白純粹感 立刻有種夏季慶良 碟上金箔和綠葉點綴 成為鎮店之寶 各個水果寶石乳酪蛋糕 在櫃上閃閃發光 火龍果也是個小品 熱情奔放了大膽配色 一口咬下 舌尖香甜清爽 舌厚濃郁唇香 每次一開店 熱門口味一掃而空 味道吃起來 我覺得特別好吃 有那個很濃郁 很綿密 然後跟外面的 吃起來味道不一樣 那一定來幾次了 七八次 顧客排隊的 還有這一位 蓬鬆奶香生乳捲 手感俐落捲起 精準刀工切下 高貴口感的法式甜點 切片卻不到百元價格 這是老闆當初回鄉 創業出行 其實生那時候媽媽帶 也滿辛苦的 然後所以吃甜點 吃蛋糕 我覺得在當時是一種 奢侈的享受 因為舅舅吃一次 然後覺得很舒服 天食嘛 然後吃了心情很好 然後也是一種奢侈感 直到接觸到烘焙 怎麼那麼好玩 那麼有趣 自己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 邊角料嘛 一個試試味道 然後覺得說 這工作太好了 可以製作好吃的甜點 給大家分享 自己也可以平常到這個樂趣 能把樂趣做成置業的 又有多少人呢 從師傅家的廚房 到工廠的廠長 再從比賽的冠軍 到創業的老闆 吳京龍這一生 都跟甜點為伍 二十年來征戰各地 曾經待在廚房 苦練四天三夜沒睡 每當想要放棄時 一回老家看海 頓時放鬆 回來基隆 回來家鄉 回來和平島 那我覺得 哇怎麼那麼漂亮 整個很放鬆 對 小時候常看沒有感覺 不過後來離開基隆久 回來就覺得 每次回來都很舒服 會覺得整個心靈是很放鬆 然後很喜悅 就是家鄉的感覺 是在別的地方 沒辦法感受到 我要把這幾十年的烘焙經驗 對 帶回來基隆 家鄉每每是他的心靈充電鎮 但他能為基隆做些什麼呢 是時候該回來了 他想用最棒的甜點回歸庫鄉 帶動故鄉繁榮 也創造就業機會 讓年輕人在故鄉有工作 不必離鄉背井 每天熱銷百分甜點 他卻保持謙卑學習 持續用感恩的心 手作的溫暖 傳遞幸福 視訊減wid 許多人就直奔市場二樓 吃一碗鹹粥配炸海鮮 炸魚片 炸魷魚 炸蝦仁酥 炸鵝啊酥 炸豆腐 紅燒肉 現點現做 餐台上還有四十幾種小菜 豐盛排開 光看胃就暖了一半 我們要把這邊什麼菜最好吃的 新鮮都好吃 尤其那個雞捲也很好吃 雞捲 紅燒肉 蚵仔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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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辣 肉粒 可以啦 新鮮好吃 又加了 沒有啦 如果我們剛從那邊 不少下班啊 它的菜量都滿多的 而且價格還滿... 滿極便宜的 我們這幾乎 天天報到 如果可以的話 不然最少也是 隔個兩千五一定會來 不是我打的都開始了 我看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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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 所以你的大口都是特別的 都不是牠牠牠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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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闆娘張朝梅來自安徽 她最自豪的 除了台語講得好 再來就是她的菜 絕對正宗台味 所有的小吃 都是跟朋友學的 現在做的都是台味 只會做台式 要端出台味十足的基隆早點 張朝梅和先生 凌晨一點就得採買海鮮食材 用蝦米 魚乾 高麗菜 芹菜 煲煮鹹粥 明天很激烈 這就是水放下去 先放小魚乾跟金鉤蝦 下去熬湯 但是金鉤蝦跟小魚乾一定要新鮮 不新鮮你放下去那個湯就不好喝 不夠甜 不夠鹹 所以辟訣就是那些 對 辟訣就是它 小魚乾跟金鉤蝦 接下來就等水滾之後 我們再下泥 這個就是古早味的鹹粥 現在的鹹粥完全是不一樣的 然後很多客人來吃 都知道它有媽媽的味道 鹹粥一碗才賣十五塊 湯頭可一點都不馬虎 就像炸物的果粉也堅持自己特調 張曹梅說講究每個細節 才能做出讓顧客吃上癮的好味道 我們蝦和鹵粥都是早上到甘巴店 現買的 也是現剝的 所以非常的新鮮 用很新鮮的東西不用特別 加什麼香料啊什麼 就是炸一下就好 加一點胡椒鹽 這樣就很簡單就很好吃 儘管下最多的功夫 用最好的食材 薑木表上清一色都是銅板架 一大鍋味噌湯 還免費喝到飽 那賺什麼呢 位子攤位是自己的 因為想說 就是有賺家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老人家比較多 老人家也要怎樣去賺錢 其實嫁來台灣之前 不要說下廚了 張曹梅說自己連最基本的嘗試 都沒有 現在的手藝 全是婆婆一手調教出來的 我從大陸嫁過來 也是什麼都不會 那時候連燒開水 怎麼樣開 看到開水開都不會看 所有的吃的東西 關於吃的飲食餐 也都是我婆婆教的 如果沒有婆婆把她的手藝傳給我的話 到現在我也是什麼都不會 所以婆婆現在已經不在了 我也是非常感謝婆婆公公 留下這個店給我們繼承 因為我老公是因為小時候 生了一場病 然後他的耳朵不太聽得到 想說那老公出去打工的話 也是找工作不好找 我就想說那乾脆就是 爸公公婆婆的事業做下去好 我嫁給你之前不會煮飯 不會煮飯 公公公公不會煮飯 對 現在怎麼變這麼厲害 真的喔 我跟媽媽煮 她比較聰明 我跟我媽媽沒有煮 給老婆拿幾分 就是5分 他媽媽是100分 她媽媽 丈夫郭伯淇多半沉默少言 鏡頭且難得笑開了嘴 夫妻倆在母親留下的一方天地 安神立命 滿懷感念的心 在比太陽早起的每一天 熬熱粥 炸海鮮 用家的味道 為魚室收工 或者早逝開工的客人 提供暖意和氣力 哇塞 好不好 要不然你吃糖一點啦 好 糖一點 一般外面的皮就是比較脆 比較酥的 但是它不會 它很多種口感 口感就是不一樣 它的味道比較濃 比較有吃臭豆腐的感覺 它外面現在臭豆腐都比較 就是炸得比較酥 臭豆腐味道沒有那麼重 它的味道滿重的 外皮炸到又酥又脆 但內部保有豆腐軟度 咬下去柔軟多汁 最過癮的是每一口都充滿濃郁臭香 不過這家臭豆腐的位置 你絕對想不到 不在市區 不在路邊 也不在夜市 而是在這裡 這個早晨 蟬鳴叫醒了晨曦 深山中的貓格外愜意 慵懶的在陰暗處打著瞌睡 可愛貓咪背後座落一處老舊公寮 我們靠著蚊香指路 但來到大門卻沒有門鈴 原來靠嗅覺還不夠 想要吃到隱藏版美食 得喊出招牌上的通關蜜語 喊出通關蜜語 成功獲得引路人 老闆阿欣打完招呼 就迅速往廚房移動 因為他知道客人遠道而來 為的就是這一道 臭豆腐一下油鍋 臭香臭香的滋味 馬上隨著白煙扑鼻而來 接著要等豆腐炸到金黃色 炸到金黃色 蓬鬆酥脆浮出油面 仔細一看 大大小小不同形狀 原來阿欣老闆別有用心 還把臭豆腐用臭味分等級 大塊方正的是中臭大胖 小塊的是小臭木棉 和大臭一口酥 帶有微微淡綠色的 則是最高等級的特臭小胖 但上桌前還要再等一下 老闆還要淋上自製的 泰式酸辣 麻辣醬和泡菜 說這樣才算大功告成 顧客一口接著一口 沉溺在深山臭豆腐的美味 讓他們著迷的濃厚香氣 關鍵是阿欣的秘密武器 選用根筋葉菜類 冬瓜 竹筍 西瓜 中藥等天然食材 通通熬煮入味之後 還得分批妝筒 放上至少兩年 才會發酵成 我們在店內角落 看到這一桶一桶的成年老滷 這是浙江林坡的滷汁老滷 傳承下來這是良性的 出家人吃素的人都可以吃 分不是說肉類叫分的 蔬菜也是有分的 你泡分的就不行了 它是照熱性的 上火 吃這個豆腐不會上火 講話同時老闆眼神專注 沒有離開過眼前的缸子 仔細用手一塊一塊浸泡 確保每一塊都平均吸飽老滷配方 豆腐才會好吃 不過要泡多久得看顧客想吃多臭 小臭至少得泡三小時 大臭得泡上三十六小時 要一直翻這樣滷汁 菌才會延伸好菌 好菌你泡出來豆腐才會入味 你那死死的那水的 就沒有那個好的菌種了 關鍵就是在這個滷汁 所以滷汁就是它的生命 豆腐就是它的靈魂 發酵完成的臭豆腐 會從原本的白豆干 變成有小黑點的雀斑臉 在眼前的是浸泡三十六小時的大臭 看著老闆依序加上辣醬 菜脯 金針菇和毛豆 放入鍋內清蒸十分鐘 開鍋當下 店內的另一道招牌也跟著出爐 它以前沒有這個清蒸的 它現在有加清蒸的 這個適量有增加 而且口感都還不錯 以前在暖暖的時候 我們也常去吃 那就是終極顧客了 算是會懷念它的口味 從民國八十四年 開始賣臭豆腐 一賣就是二十八年 其實阿鑫最初是做黑手起家 出師之後 自己出來開車行當老闆 當時生意好 每天都有修不完的車 但後來產業電腦化 生意減少 而且長期日以繼夜 也讓他的身體出現狀況 坐到有一天 剛剛肚子怎麼會痛 去住院 住了一個多禮拜 那時候都查不到什麼原因 他也不知道我是 蠻長眼是什麼 一直都一直實習一生 每天都是來問同樣的問題 後來我才覺得說這樣 可能賺得到會吃不到 又到八十四年的時候 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再一居來 去龍塑的時候 才開始轉賣小吃 明以時回天 不管怎麼拜 也不至於說 不用再燈粉 還要耍的 起碼 不用每天都日以繼夜 這樣沒力沒力 下定決心 用自己最愛的國民美食 重啟爐灶 阿欣說自己運氣好 因緣際會 從有緣人 承襲浙江來的老魯配方 一開始必須從最基本的 魯汁浸泡開始學 並推著推車在基隆街頭 四處奔跑叫賣 但也碰上難題 一人而已 矛盾的所在 糟糕都糟糕怎麼變香的 就是賣人的所在 越臭越香 你要研製豆腐的話 你要有個地方來醃製 才不會影響別人 因為你在花中間 會有意味出來嘛 這東西無口好 不知道我就要 這卡沒魚 把卡在那裡刷一刷 這就是做吃的口腔 靠著天然手工 真材實料 從臭豆腐到配料 醬料都是親手製作 長期下來 累積不少死忠粉絲 雖然最後定點 不在熱鬧市區 但掏客還是花時間 特地開車來到深山 就是因為阿鑫做的臭豆腐 有這個特色 五種臭味 差不多沒有 每個人的吸收程度 都不一樣 我們在做五種 讓人家感受不一樣的口感 這就是我們用心的所在 不然你大老遠來 像我一種而已 打完頭打完尾就有了 我來在這裡打頭 要吃你一種炒豆腐而已 太沒有那個經濟價值了 我們來就是說不需此行 五種臭味組合起來的招牌 難忘滋味口耳相傳 就算位置再遠再難找 掏客還是慕名而來 阿鑫成功把平凡小吃 做出差異化 現在更把這個味道 傳承給第二代女婿 在基隆市區開啟第二家店面 要繼續寫下阿鑫臭豆腐的 小吃傳奇 這道球跳得好嗎 整個都振起來 心情愉快 做出來的餅都像是在微笑 蔥花大拔大拔的撒 包了餅落下的芝麻 像是雨不停歇的雞籠 蘿仔本身要打拌的溫度 差不多200度來打 三角餅的麵就是純粹吃 麵跟蔥的香味 嗨 妳好 一個三角餅 好 清晨六點半 餅箱夾雜著炭火味 像是大船的鳴笛聲 會與毒揭開晨光續取 技術層次比較高 烤箱一般來講 烤箱它就是有溫度可以讓你看 所以不是招手不能做這個 也可以這樣子講 美國 香港 英國 還是加拿大 他們常常出去 對 再贏的餅出去 對 像我們自己還很少出國 所以我常常就覺得說 它真的是很好命 食品大的長型屋裡 幾近六七人 蔡正伯 整招會 領著師傅做餅 薄餅 烤餅 默契十足 忙碌著 沾滿芝麻的小圓餅 立刻被送進烤箱 三百度高溫催化 豬油線化開 香氣直逼好幾個店面 這是招牌鹹酥餅的魅力 鬆鬆的 有點像那個餅乾 一片一片這樣脆脆的 可是它就是說 它裡面的不會這樣乾乾的 你好 街邊鄰居 上班族 觀光客 走過 路過 沒錯過 既是早餐 又是下午茶 還是飯熟裡 因應隨時掃貨的人潮 分分秒秒不停出爐 還借過 吃口啊 有這樣直挺挺的三角餅 還有各式小圓餅 鹹酥 芋頭 和芝麻 我一年來 我就是不吃四多種餅 我們從來沒有吃 多一口 少一口 在家裡你染得煮飯了 你就煮一鍋綠豆稀飯 或者稀飯稀一點 你就可以配著我的酥餅 圓的酥餅麵這個 油加麵粉它也是有比例的 不是說你比例這樣子 隨便加進去 就這樣就變好吃 不是這樣子 沒有那麼容易做 店裡光是酥餅 就有四種口味 甜的 鹹的 要好吃 都得靠這缸子的油酥麵團 但打粉不容易 二十年前從未門外汗入門 就得要學會看天臉色 論酸鹼質 我們麵比較麻煩 我們的麵它是做老麵發酵的 老麵發酵它會產生酸 酸就要酸鹼中和 加鹼下去 酸鹼中和 對 抓皮的技術 以前做不鏽鋼 以前做甜甜的東西 現在做軟的東西 對 這會啦 不出去了 真好 我剛剛從這個 在賣衣服 當專櫃 第一次摸這個麵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因為軟軟的 阿國和大哥聯手的小型不鏽鋼場 敵不過連鎖大型企業 利潤越來越少 想著下一步入食 剛好阿國的大姐夫 在南港賣胡椒餅 做得有聲有色 姐夫鼓勵一下 夫妻倆定下薪 轉換跑道 一起學做餅 我剛開始真的很笨 因為我們一整個 我這個人知道 我學生 他本來是很有耐性的 他就一步一步教你 可是到後來 他也會脾氣上來 對啊 就會覺得說 他說你的脾氣不好 男人嘛 多少 多少會有脾氣 他會罵你 可是我是專門給人家罵的 沒有 因為他是那個 他叫星級嘛 因為他現在說趕快學 趕快會的話 我們就可以能夠脂肪一片 兩個人邊罵邊學 竟然慢慢從姐夫那 一點一滴學得一技之長 上海點心的蟹殼黃 種油也種鹹 經過改良 豬油餡 減去一半油膩和嫌棄 經常一出爐 邁家就陷入瘋狂 可是有時候人家 可以留在看醫院 要說要扭 別扭 他一直要扭 他一直說他們還會吵架 還會啊 對啊 因為我還吵架 對啊 外省二代的姐夫 算是阿國家族的貴人 他一人作餅 英親六位兄弟姐妹 全跟著轉業學作 為了不互搶地盤 阿國夫婦北漂到基隆開店 悬在客運停靠點 看得見人潮的地方 租下店面 卻是頻頻被看摔 他說你不怕死嗎 他說這裡來一個死一個 對啊 他說這裡你自己 他媽媽說你沒有調查看看 這裡根本不好做 我說沒關係 不然我所有人的錢 我都住在這裡 地處路橋下 暗黑之地 不被看好的地面 夫妻倆心急 也無力再改變 只好任命地坐下去 那個時候就我老婆 還要邊坐邊坐事 然後背給我小女兒 小女兒在那邊 邊坐事邊包給我 真的是 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辛苦 用全天候時間換取能見度 再靠著口碑 客人一個牽一個來 十年下來 終於傳到買屋頭期款 但也只夠買下隔壁屋子 不過十年後 幸運之神降臨 像是終於中了大樂透 中山橋就是把中山橋拆掉 拆掉以後 就變成這麼漂亮的光景 我們市長講了一句話 重見光明 本來是灰天暗地 連導航都導不到的地方 苦熬二十年 終於盼到橋面打吊 與嶄新的基隆火車站為零 青蔥作陪 淚言打轉 已經分不清是被嗆到 還是羈押許久的那一本機動 其實我很親信 我們真的老天爺 我們的付出是有代價的 能夠讓我們有一個小小的點 像我聽我朋友 還有是我認識的一些 他們跟我講說 他們分了很久 到現在還在廚房子 二十年的光景說長不長 倒是當年背上的娃兒 已經是位大學生 夫妻倆依舊賣力地固著墊 揉著面 三角餅由來 就是從光餅麵改良過來的 以前老輩 台語在講說老芽芽的那一種在做 像我們台灣人是不會做這一種 其實有些在做的時候 台語講說 拿捏的那個力道 太大力會把麵給捏死掉 你太小力的話 它本身麵蓬鬆的氣泡變太大 所以說嚼勁也會比較差 做三角餅 從打粉 燙麵到發酵 整形 每一步都是一門學科 大量包入的蔥線講究新鮮 塗上麥芽糖 提甜 也hold住芝麻香 你在做的過程 要把它一氣呵成 過程說你做一做 我放一下 沒有人 沒有那個生意 沒有好的速度沒那麼快 我先把它做起來在那邊放 這樣子它麵的筋度會烤掉 瞬間溫度拉高的時候 它蓬鬆出去比較快 烤起的餅它的口感比較好 然後水外出在裡面內軟 它裡面包含的水度還比較多 三角餅剛出爐 熱氣燙手 但牆撲鼻越嚼越有味 這股氣呵成就像夫妻倆堅持的毅力 熟得雲開 終於見月明 好 謝謝喔 沒事完了 記得要放冰箱喔 後面要點餐 你要幫我扣一下 幫幫忙喔 來 請會來 各色吃食百家爭鳴 沿著食慾之船鋪展 成為響叮噹的美食景點 基隆廟口夜市不只丁槓有名聲 還是全台唯一入選國際媒體評選的 世界二十大市集第三名 我的速度很快 我一分鐘大概可以搖十碗頂邊坐 以前有一個導遊在那邊帶團來 他就說 他說跟團員這樣講 就說來基隆不來廟口沒妹來 來廟口不吃頂邊坐 沒妹吃 你確定不是也是這邊的 被你發現了 那個導遊是我教他講的 好 一桌一碗 好 OK 雙手忙著咬湯出餐 還有餘育說笑的 是廟口同朗栽的小吃老闆吳吉祥 雖然有次誇成份 事實上倒也真的相差不遠 廟口美食以香火鼎盛的電忌功為中心 向兩側輻射延伸 吳吉祥的攤子 是最靠近廟店的一家 由開張聖王引路而來的香客便掏客不知反擊 也難怪提起基隆廟口 許多人總忘不了吳吉祥碗裡的頂邊說 口感比較Q 比較好吃 湯頭很回甘 很厲害 來這邊的話我都來這邊吃 輕輕的但是味道還滿甜的 對啊 覺得它才會回甘這樣子 雪白的頂邊說 勁道彈牙有口感樂趣 浸泡的熱湯看似輕輕如水 但一入口 層次滋味在舌尖堆疊樣開 和樸實淡牙的頂邊說相得益張 互相襯托 不少遠道而來的時刻 經常一吃兩碗才心滿意足 你們是加了什麼料這麼好吃 也有啦 也有問這個 12種配料就公開 密放公開在那裡 反客人會一直問 但他們不知道去哪裡買 後廠熬湯鍋裡 小魚乾 金鉤蝦 小丁香 是吳吉祥親自跑野柳漁港買的 阿根廷魷魚 則是熟識的店家精挑細選的 不知道哪裡買 吳吉祥的意思是 要買跟他一樣等級的東西 得要熟門熟路 貨比三家 加上不辭路途不怕麻煩 還是交給像他一樣專業的來就好 金鉤蝦 魷魚筍絲 小魚乾 熬湯料就有五種 然後加上蝦根 肉根七種 然後頂邊廁八種 然後還有高麗菜 貼著廟口的金爐邊 吳修娟掌管的後廠廚房裡 大湯鍋 匯聚食材的自然清甜 保持微煮滾動 攤子上的清湯沒了 隨時支援補充 鍋上鯊魚魚漿 肉根 蝦根也是一樣 隨時現捏 現煮 現賣 要確保客人吃到的每一口 都有剛煮出來的誠意鮮度 煮很多 變成是冷掉 冷掉你經過家的口感都會不一樣 不放鬆每個細節 老味道的每一天每一口都鮮爽甘甜 不只尋味而來的美食旅客很愛 歷任的市長 議員 立委總統候選人 都得來上一碗 才構稱在地拔甘情 2003年 吳吉祥還帶著這庶民小吃 從廟口的小攤登上了外賓國宴 百年招牌有榮耀門湄的光彩 日本人吃這個也很喜歡 講日語我是聽不太懂 那個好吃 我聽得懂 讚美聲聽得懂 吳吉祥做生意時 還得解答想不懂的問題 為什麼叫裡面說 最常問的是這個 為什麼叫頂邊縮 答案就在工作畫面裡 每天大清早 吳吉祥的備貨區 大炒菜鍋就趕著生產店裡要用的V-gway 再來米磨成濃稠適中的米漿 芋頭塗上沙拉油避免黏鍋 米漿膠零一圈 蓋上鍋蓋燜蒸 一分鐘後 一張圓滿的米糊熟成 就是吳家知名的頂邊縮 台語裡的手形容蛇或是蟲類的動作 叨叨阿手做事真高手 就是遲鈍慢吞吞的意思 用來形容米漿從鍋邊上圓 慢慢往鍋底流洩的過程活靈活現 香 真正下去用 不可以說那邊放著那邊蒸酒 放著所有材料就流到池底裡面了 而磨米的水量關乎米漿濃度 也關乎熟的速度 米漿太薄太稀 變成沖的溜的 蒸出來的米漿就太薄 沒有厚度彈性可嚴 你有扣鍋鍋那面比較粗 沒有扣鍋鍋水氣你嚇的時候 那面就比較細 米漿要慢慢熟 但做一張米粿得要抹油 焦零 蓋鍋 拿捏掀蓋時間再起鍋 師父的身手可不能熟 謝兆棚退伍沒多久 就來學做頂邊縮 二十多年的青春全都在米漿的流動之間 凝結成記憶功夫 約愛自己的工作 一個姿勢相同的手勢 交領熱情不怕辛苦 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情 让传统小吃不断吹 有谢兆鹏这个得力助手 吴吉祥可以专心在摊子前 咬汤赚钱 无后顾之忧 但别以为他只出一张嘴 当老板 他也是从学徒身份 慢慢地收过来 那你如果锅子太烫 你下米浆的时候 他这一面 没有贴的锅这一面会干掉 没有水分就蒸不熟 我学这个据说 是有史以来最快的 我回来我大概一个礼拜就会了 通常那个似乎要学三年 我不晓得要不要那么久 你这也拿去包的 不可能 吴吉祥原本做的 是广告特效后置工作 二十多年前老爸爸想要退休了 认为乐观开朗又有管理天分的长子 足够能力带领弟弟妹妹一起打拼 孝顺的吴吉祥 双手于是从剪接机上 挪移到锅边练功 小学以后 如果拜六礼拜都会来到生意外 所以小时候 孩子最喜欢的效果 我没有 学生才轻松 百年前阿公首创 把顶边缩夹进肉羹的吃法 受到欢迎 接续到第二代 也就是吴吉祥的阿爸手上 做得更细致有味 这来自对岸福建的传统小吃 原料和板条相同 但因为丘楼不同 也就是制作方式不一样 口感一弹一软 有着极大的分别 顶边缩也随着福建移民 唐山过台湾 在海港基隆发展出 比原乡更出彩的味蕾享受 现在基隆是最出名的 因为我们的店里 我们就去参加百贡 百人贡 这就是一个重点 基隆是全台湾出名的 十九世纪时 基隆的开发主力 是渡海而来的张州人 主寺开张圣王的奠祭宫 也就成为基隆的信仰中心 和庶民生活原心 古吉祥的爸妈在庙口 收贵熬汤一辈子 努力拉拔四个孩子长大 也在白溪画铺上 蕴染在地海味 把基隆做成顶边缩的新故乡 但谦虚的一家人 把一切的拥有 归功于开张圣王的避应 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生意 就是开张圣王的保佑 你家父母就知道了 我家父母要比较贵 我家父母比较贵 他汤一个一碗一个两碗 好 一做一碗 OK 吴吉祥打从海提时代 在摊子上写完功课 抓到空档玩乐 也只限于庙城前 打陀螺打蛋猪 随时得归队当免费同工 帮忙擦桌子 长大后工作之余的休假日 更是他和弟弟妹妹们的 超级忙碌时刻 但他们不以为苦 反倒已能替父母分担为乐 吴吉祥接手后 陆续历经921大地震之后的 惨淡景气 风台相神和纳丽的光临肆虐 也挺过世纪瘟疫的超级考验 现在兄妹俩和另外两个躲着镜头 不愿露脸的弟弟 一起经营自家百年招牌 不分家 不轮流坐 要同心协力 发扬圣王和父祖给的传承责任 从小就在这边 然后爸妈也希望说 兄弟就是一起做 然后赚多少钱是其次 至少就是 全家都常常聚在一起 这个就是珍贵的地方 这一碗清清如水 融合了在地风土 和鲜明的饮食文化 丰盛的不只是檀牙的满足 还有一家人的相喜感恩 相信再过个百年 这滋味依旧历久彌新 丰盛在这 都拿了 来 带这 两位哦 茶医那么两位带一下 你几个人 两个人 你要记住你十号 平日中午的基隆复旦路 就铁道踪跡早已不复建 倒是那幅熟伯阿姨们 以着贴櫃吃咖喱沙叉的场景 徐晓晶怎么回想都像是昨天 四十年了吧 深怕客人等太久 芝麻炸地瓜只好不停地 又烙又炸 唯有吃上瘾的老客人知道 好一大盘的店招牌 其实只送不卖 送的可多了 我送过豆干 我妈妈做过泡菜 也送过小鱼干花生 可是最后 最人家最喜欢就是我这道炸地瓜 所以最后就以炸地瓜为 主要送的产品这样 你那时候 外面酥酥脆脆的很棒 那里面軟軟 这味道够啦 味道好 台北市吃不到这样 我们两个都86 你说你吃多久几个吃 吃到六十年了 所以你年轻鸡就可以吃 年轻就来鸡人 说到基隆特有的混血滋味 咖喱沙茶终究最对码头人的味 港口咸丰海水 若当雨季来了 再大上望不见边际的灵明雨天 那对老一辈人来说 恐怕也只有走一趟 沙茶牛肉一条街 循着咖喱香才求得到味界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的人 都是一些码头工人 那我听我爸讲 在冬天的时候很冷 所以要吃点辣的东西 他就身体才会软和 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 吃辣辣的他才会开胃 所以我爸调的口味都比较重 夏族借篮佐料与调和好的沙茶咖喱 许家人的老店在大街上 其实并非最年迈悠久的一间 徐小金的父亲当年 原本是海产店厨师 刚开始自立门户做生意时 不仅搬来渔仙海味做区隔 甚至也为了招揽生意 夜夜到海边去钓活鱼 偏偏有那么一晚 爸爸一去 从此就没再回头了 那我也不知道 我都说不晓得是心电感应 还是怎样 我那天都跟我妈讲说 不如我去帮忙找我请假 我妈都说不用不用 都去上学 我就每一节下课 我就去打电话 打到中午的时候 我就开始哭了 我在教室都开始哭了 我到底说你哭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家可能出什么事情 父亲发生意外的那年 徐小金才十八岁吧 三个弟弟妹妹还小 根本也未成年 留下来的是孤儿寡母和一间店 但妈妈当时除了备料 任何料理经验也都是零 你如果做不起来的时候 你房屋一直都列出行我 还我就对了啦 不要给他住 我有四个小孩子 大家都一直给我抱起来说 妈妈 妈妈 我们会帮忙你给做家店 给他翻起来这样 做起来这样 小孩子说 好 妈妈 我妈妈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记得那一年高中毕业 徐小金半工半读 宁可自己辛苦赚学费 也要念夜校上大学 担心一家店妈妈撑不起来 做大姐的就想尽办法烤勾职 养活弟妹 我来 其实他要定期做 有个三鲜面条 看一下 活泼开了 她很乐观 我妈很乐观 然后她很善良 就是她 就算人家欺负她 或什么她也是笑笑 她就很忍着 后来确实妈妈还苦撑着店 徐小金就已经烤上铁蛋碗 一个家虽少了爸爸 但有老店和自己的薪水 要养家糊口饭吃 总该不成问题 没想到的是爸爸走后 妈妈的处境 非但没得到旁人怜悯 反而一天到晚 招来有心人的攻击 哪要上菜啊 你们的皇宇啊 然后白饭超带四天啊 应该是季度生意 因为我爸在做生意 觉得我们现在还要好 常常都骂她 骂她说 来我们家的男生客人 就说 这我妈的客人啊 就骂到这么难听啊 对啊 都说男生客人是客人啊 然后我妈就笑笑 随便她骂 然后说我们煮的不能吃啊 吃的会中毒啊 我妈也随便她讲啊 我妈都说 都当作没听到 或许当时 在几个孩子的眼里 总觉得妈妈过于善良 不常懦弱 才会人善被人欺 但这个做母亲的 却宁愿自己委屈 也不要儿女们 为她卷进成年的是非了 真的 客人冲去驱风所动 我讲说你家 你妈除了东西 被翻了乱七八糟 你都不知道 你妈都没有跟你讲过 你赶快回去看 回来一看就这样 她就在哭啊 我说 你怎么不报警 她说她不要啊 她就说我被欺负 她说没关系 我能睡觉 我说她你能睡觉 我们小孩子不能睡觉 我们不能上班 妈妈总说 几个孩子的手 是用来吵出风味味道的 岂能成为帮凶 于是就这么一路走来 母女并着肩虫 抓刘温凉骨后 一盘盘盯着客人怎么建议 再慢慢调整咸淡 摸索到现在 那天的生意真的超好的 都好吃 永远要炅烤肉 三千阿嬷 还有虾子 我大概就五十年有了 以前已经开始 这个有人生意不错 就继续开了 最像是说老板他很活心 敞凉厚道 价格合理 感受他的为人 你感受他的为人 就知道了 常常来就知道了 也许是日有所思吧 二十多年来 徐晓晶妈妈总在午夜梦里 经常梦见那个已经离开 他们好久的父亲 妈妈说 爸爸总在梦里教他如何调味 如何翻炒 但是最近梦里的爸爸感到不焦了 他说 我爸很孝顺地跟我妈讲说 他觉得我们小孩子 把他的这份事业有结起 他很安慰 然后他说他想放心他要走 我妈就在后面一直追 我妈就说 我就在叫他说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他说你这样不用我了 就走掉 我妈就说他在后面追 他背后就追不到 我都跟我妈讲说这样是好 他代表说我爸放心我们 知道说我们这几个小孩子 把他垫撑起来 终于在爸爸走了多年以后 走头上浓富咸咸的沙茶咖哩牛 起死回生狼 靠着菜单的洋洋洋洒撒 母女们用岁月 一点一滴苦烈来的绝活 摆房内的人气又更生活啊 随老主顾来说 那恐怕不止饱腹冲击而已 一滴沙茶咖哩一门荡敌 胸中邪气 还可消除心上的担忧 不加任何色素 白粉圆赤裸裸透出一身晶莹剔透 冰是他的最大敌人 偏偏阿德做出来的白粉圆 遇到冰是越加好吃 而且Q弹的没话说 因为这老头的酒已经七八十月了 我做小孩就吃了 很好吃 他就完全都是手工做的 QQQ 就是古典味 古典的芙女就像这样子 不像现在的芙女都是软软的 外面软软的 她们都是QQ的 很好吃 贩卖超过一甲子的白粉圆 累积相当多忠实顾客 许多人还是搭火车前 赶快来买上一杯 因为他们粉圆手工的 它的口感比较好 我赶快去赶快来 谢谢啊 店内另外一个招牌就是 爬满黑点点的豆花 淡淡豆香中 散发出丝丝芝麻香 营养满分 这是妈妈对女儿的爱 就叫做蚂蚁豆花 女儿很喜欢吃豆花 然后就有一天突然 突然想到说 不然你来加芝麻丝丝看 因为芝麻很营养啊 所以就加下去 做成豆花给女儿吃 然后女儿看到说 妈妈怎么都是蚂蚁 因为都是一点一点黑黑的 然后所以就把这个 就变成了蚂蚁豆花 卖甜点高家人就喜欢手册 黑角一样不马虎 芋圆 地瓜圆 花生 炒二砂 煮糖水 熬姜汁 全都吃起来 也难怪口碑传开 哪怕小店就开在 鲜少人知道的三坑铁道旁 依旧吸引顾客 从四面八方涌入 三聚清单是怎样 四面上的饮料全部中标 然后大家反而 反而我们的饮料 反而比就是成长 市面上最常见的粉圆 就是加了料的深褐色珍珠 近年又迸出色彩新艳的冰芬圆 质朴不添加的白粉圆 在食安危机下 更显得珍贵 火候很重要 然后煮起来粉圆 就它的Q度 什么都决定它在火候 刚刚搓好的粉圆 立刻下锅煮 好应付待会上门的顾客 阿德开店的坚持是 现做现卖 而且只卖当天货 他说也许正是新鲜手作 所以粉料的天敌是冰 一遇到冰就会变硬 它的白粉圆 却可以和它和乐相处 有一段时间 就是还没接爸爸妈妈 他们之前是就从事 电脑绘土的行业 以前是吹楼器 现在是水深河 对 真的是水深河 而且以前 我们刚接的时候 前两年是路边摊 以前爸爸妈妈他们就是 卖三 四十年都在路边摊 这几千年都插在吗 对 我们都听不懂 这都没感觉 那两天 还有一个天端 就有那种 骚托车的 那两天做博担 那两天博担人很少 那两天在那里做 生意也很好 位于台铁 在纵贯线上的三坑车站 2003年财社站 是位于基隆和巴督间的检疫站 也只有驱肩车才会停靠 早年这里是重要的矿坑 人来人往 行程聚落 阿德的阿公和阿嬷 原本在礁西卖白粉圆 看中这里的坑道经济 才会举家迁移 落脚三坑偏现金 1938年的老招牌 到现在已经传到第三代 很简单也不简单 很够贯 自己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帮忙 大家也是要 他 没有走位 对啊 不可以帮忙 自己的儿子 他就来吃 他就怎么没有幸福 幸福我刚才吃 吃这一大口 庚家的白粉圆 都是传承自阿嬷 原料简单到只有滴瓦粉和水 好吃的关键 就是两者间的比例 再来就是要拿出 跑马拉松的地质力 很有耐性的 和这些粉料拼击力 一次又一次过腮外 还得以双手轮番上阵 搓揉出一颗又一颗的小爱丘 Q度比外面的更Q一点 因为毕竟就是 就是一直跟他耗时间 耗体力下去做 对 左手钻的就换右手 右手钻的就换左手 对 这是纯手工的 一桶粉圆做起来差不多多 快四五十分钟 实在费力 听阿的讲话还以待喘气 手足粉圆 纯粹是利用体力 让他像是雪球越滚越大 正所谓粒粒结辛货 累的时候会比较小颗 对 有力气的时候 他可以越轨越大 对 对 尤其这个卖兵的行业 还要看老天爷脸色 万一突然来个变天 今天准备的家伙 就得全数送人过道调 我做辛苦 你们几个以上百岁几岸 他们两边都来 我们做四十年 煮高很多 你会继续菇菜 还有四团 你会没有做四团 一些人家都来这样 咖喳你们才来吃 不然我们爱吃你们的口味 没得吃 这个时候要舀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走吧 老顾客的乡品 让高家的白粉园 在基隆一枝独秀 虽然现在矿坑人潮没了 但火车涉了战 迎来一批又一批食客 默默无名的三坑 因为白粉园意外生命大造 都想要派到 两坑这些东西 都是赶索的人